同時如果繼續來看這個 是有一個夢紅 叫做奎丁 他塞車在高速公路上 因為頭巾車 無名機廟 最最大棟 他也趕緊對在大棟 家在他當有起來 但是他後面一台客廳車不會互動 由他的車後到把擠下去 結果他的車讓他撞開 客廳車輸去 也讓他開發單 這位夢紅是這麼不平 說明明就是頭巾車最最大棟 還後面車來堆攏 結果頭巾車沒問題 後面車就要打桌 實在全沒道理 大家好 我是奎丁 沒錯 我現在就是在轉行 我走這條街 現在只要走一分鐘 可是我平常呢 可能要走個一個小時 因為大家跟我合照 第一萬紅街走跳 幸福風景吃得素 將自己爆到春一箱白酒 做完整形的手術就馬上去世家 Youtuber開店有超過的七十五萬的美酒 人生了很漂亮 又又收到車庫 真正衰 這是國道景色體驗日 耶 沒問題 怎麼走到國道警察局開地步 因為他開車就在國道 收到頭前兩台車 最最大棟了 開店是馬上停下來 不過他後面的開店車 所背後歡迎 第一次撞下去 上面 喔 好心痛喔 開店的車尾 也有開店車的車頭 都沒了 不過到警察局調查了後 開店車手機去給開一張 沒有保持安全紀律的法材 不過讓開店一樣便宜是 頭前那些兩台 讓他緊急打東愛加速 警察都不免法 先走 鄉鄉打東愛頭前車 可以免許開店 警察表示 因為開店的車和頭前車 沒有設置去撞到 所以沒有退救 只要退救開店和開店車速記的接近 開店也只好平衡忘忘的轉線 並且平安無事 開店修理車就當作是小災 哈囉 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 打開電話